6个鲜烧肉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在六个鲜烧肉 这也是大家在网上都会非常推的 东京的吃到饱烧肉 所以今天二姐就带大家来试试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是一片一直爆表 是不是值得大家来一吃 耶 这一个很棒的鲜烧肉 我来一下 这是继续很棒的 好棒的鲜烧肉 我来一下 是不赶快 谢谢 在这边 这边是一开始 不赶快 不赶快 很貼心耶 可能太多觀光客 這邊就是有那個胡椒的部分 然後還有鹽 然後兩隻 湯匙 還有剪刀 跟這個應該是垃圾桶 然後還有一個ipad 可以做點餐 他其實都寫得蠻清楚的 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這一次的套餐就是選最便宜的雪之夜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他這邊有很多肉啊內臟類的 還有一些海鮮拌飯可以點 然後我們的話還有壽喜燒鍋物的部分 然後他這邊也有一些肉啊菜啊可以點 開吃 像這個ipad的話他都有圖片 所以假設我們想吃烤肉我們就按烤肉 然後他這邊啊都有中文 就是不用日文的話也可以在這邊點餐 哇大家看一下他的壽喜燒 是直火鍋唷 看起來真不錯 哇 超香的 超香 下一次他先推薦了三次 第一個是牛蛇 因為他有加鹽都吃原味 嗯很Q欸超彩 然後不會很難咬 而且他一個大小是比一口剛好可以繼續大小 而且越咬油脂越爆出來 嗯 牛蛇超好吃 嗯 棒 接下來的幹嗎 就是我跟他吃的 煎肉 這個肉 這道菜 就是我吃的 這道菜 鯪魚肉 這道菜 鯪魚肉 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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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鯪魚肉 嗯 嗯~~ 我覺得他的牛根本都適合牛的整形 不管是什麼的味道 油花 剛剛看得到嗎 油花很鮮甜欸 酸酸看這什麼味道 這個酸酸的 應該是素醬 白醋醬 它就是一般的那種燒肉 我們點製品的套餐欸 這個肉很上品 這個看起來 又更 又更肥一點點 還在更一點 把它滴下來了 吃完這三種肉 我就已經大家要來了 直接生甜 他有酷那個蛋 我們就可以來弄壽皮包 我們就可以來弄壽皮包 我們來吃壽錦湯 弄壽肉一點 我就覺得日本的蛋不管從哪裡的蛋就很好吃 日本的壽錦湯反而就是都會比他們在偏口一點 但是像咖啡色還是有那種醬油的香味 就會說甜到很膩 給過給過 太表白了 我來吃壽錦湯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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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覺很難 嗯 真好吃嗎 真好吃 真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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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香脂好吃 嗯 吃喔 比較鮮 辣子 辣子 花肉 如果要喝起來就像反鰭 欸 欸 蠻溫溫的不會吃太燙 然後吃吃看這個燉牛肉飯 入口一口 真的好鮮喔 好鮮喔 它真的是湯可是裡面有飯 湯飯有概念 嗯 好好吃喔 好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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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超貼心的 就是吃完還會 再給你 就是吃之前已經有40斤了 吃之後又會有40斤 然後配熱茶跟冰淇淋解膩 跟大家說我的第一名是這個 五花肉 大家看這個油花就知道了 非常的鮮甜 油膩 但是這個吃多會比較膩啦 就是可以搭配身材一起 然後第二名是這個 這個是第二肥的油花 這個比較均勻一點 比較不會像第三名這麼油 然後第三名 他們家牛舌真的很好吃 很Q然後邊攪 然後裡面的那個牛油香邊爆出來 推推 二姐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家店啊 如果是100分的話 我會給到85分的高分喔 因為它真的肉質啊菜啊 還是什麼不管是小菜 都不會馬虎 但只是說你們要順點 就是吃完再點吃完再點 不然就是 像我們和牛還沒吃完 我們又夾點 結果 根本這個已經膩到包了 然後這樣子雪之夜的套餐啊 一個人是8250日幣 然後換算台幣大概是1800左右 我覺得 雖然在台灣這樣子的話會小高 可是它的肉質是日本的和牛 所以我覺得 雖然CP值算高喔 推薦給大家